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中,芯片产业一直被视为举足轻重的关键领域。 近年来,欧美两大经济体在芯片行业展开了新一轮激烈的竞争。 其中,美国的芯片企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逐渐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这一趋势导致了欧洲芯片行业的份额从20多年前的30%以上下降至目前不足10%,令欧洲产业陷入了困境。 去年,美国实施了芯片法案的政策措施,旨在进一步加强对芯片产业的支持与保护。 这一举作百名要挖欧洲墙角,让欧洲的经济更加艰难。 然而情势在发生变化,近日,欧版芯片法案正式生效, 欧盟也开始在这一关键的高科技领域发起对美国的反攻。 该法案为了支持和保护欧洲的芯片产业,通过投资、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等手段, 以发展芯片增加竞争力。 显然,美国也没有想到欧洲站起来了, 欧洲的芯片法案不但对美国的芯片行业造成一定的动荡, 还对全球芯片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欧盟的反击还不仅仅这一步,除了在芯片行业希望有所作为之外, 欧盟还从货币上发起了反攻。 半周,美联储自去年3月加息以来出现了第二次停止加息, 然而欧洲央行不管3721继续加了25个点, 这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对美欧的汇率产生持续影响。 美元指数中,欧元的选中超过了50%, 因此,欧元的加息政策将对美元汇率产生压力。 一旦美元指数下跌将利好非美货币的走势, 其中包括人民币在内的货币都有望上涨。 过去的一年多,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元的不断上涨。 目前已经有多次出现美元下跌,全球金融上涨的现象, 包括各国股市和各国汇率都因为美元下跌而上涨。 所以一旦欧元变得更加强势,美元受到打压, 包括人民币在内都将获得意外的收益。 美国的金融市场还真是不得安宁, 美元不断被打压,又来了美债风暴, 真是金融市场上的暴风雨齐活了。 就在这两天,美国国债市场掀起一波抛售风暴, 30年国债和10年国债一天之内先后突破了4.5%的收益率, 创向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波收益率的飙升不仅引起了市场的震荡, 也对美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麻烦。 高收益表明美国债务偿还利息加重, 随着高收益,利率上升,债务成本也随之增加, 美国债务的窟窿越来越大, 未来只怕连利息都无法偿付,更别说本金。 随着市场对债务危机的担忧加剧, 很多资金流出美债,流入其他资产, 从而导致了美债的供应过剩, 这种供需失衡使得债券下跌, 现在美国连最新发行的通胀保值国债的收益率 都已经超过了2%。 此外,连美联储的几位前官员在讲话中都表示, 美国经济在当前的债务危机压力下 很难实现软着陆, 企业和个人贷款会严重影响到高利率环境, 债务负担的加重还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稳定, 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的风险。 这些前官员的讲话比在任官员的讲话更客观, 更反映美国经济的现实。 限制加者出口后, 美国求中国合作, 副国务卿出面, 诸日大使被警告。 自8月1日起, 中国对加合者实施出口管制, 这两种金属都是生产半导体的关键材料, 在供应链中的作用重大, 这是对西方制裁中国的有利回应。 根据报道显示, 8月份加合者的出口数据为零, 中国受到做到, 让西方尝到了傲慢无知的苦果。 不过一些西方媒体仍责应道, 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加合者, 但中国是这两种金属的最大生产国, 加合者分别占到全球的95%,67%, 同时还是20种关键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 西方的表态无疑是在自欺欺人, 这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中国, 而美国的动作也狠狠打脸了西方媒体, 在限制加合者出口后, 美国急求中国合作。 据彭博社报道称, 当地时间9月22日, 美国国务卿负责经济增长和环境事务的 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在纽约对媒体表示, 中国载原材料加工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非常乐意与中国在这方面展开合作。 目前美方已从中国公司购买了许多矿产品, 不仅如此, 费尔南德斯还对中国进行了吹捧, 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气候变化领域, 美国需要中国, 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参与。 美副国务卿出面, 一口一个药同中国合作, 仿佛没有了中国, 美国会寸步难行, 但美国之前又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呢? 近年来, 中国科技突飞猛进, 硕果雷雷, 可在美国眼里看来, 这是对美国科技领域霸主地位的挑战。 因此, 奥曼的美国开始对中国科技进行封锁和制裁, 不断加码, 在半导体领域采取各种极端手段打压中国, 试图将中国科技掐死在摇篮之中。 而美方也确实做到了, 无时无刻不再打压中国半导体。 本月22日, 在多轮会谈结束后, 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 建立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就两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 这本该是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然而, 美国商务部却在同一天发布了新篇法案, 所谓护兰规则的最终规定。 根据观察者网报道称, 美方的这一规则将被用来防止美国500多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 被中国和其他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所利用。 美方这一举措无疑是要断了半导体企业富华投资设厂的念想, 打压中国的芯片行业。 美方处处给中国设办做中国不喜欢的事, 被中方打到七寸后又摇尾其连求中方合作, 这样的强盗逻辑如何能让人接受。 中美关系的症结全在于美方, 美方一日不认识到自身错误, 那么即使中方再怎么努力, 也难以将中美关系拉回正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也曾表示, 渲染竟称有百避而无一利, 寻求合作是必须而不是选择, 事实反复证明, 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两伤, 要跳出竞争对抗逻辑, 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 寻求交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划除公共共赢的最大同心源, 为中美两国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 为全世界和平与发展, 共同贡献大国智慧和力量。 而为了缓和紧张的中美关系, 以便让中国放宽对关键矿物的出口管制, 美国政府除了发言讨好中国, 还开始敲打那些挑衅中国的政客, 美国驻日大使就成了出头鸟。 近段时间, 美驻日大使伊曼牛尔频频作谣, 发表对话不友好言论, 在日本排放核污水遭中国反制之际, 伊曼牛尔竟然带头持播, 力挺日本, 无端指责中国, 声称, 美国支持日本将中国告上世贸组织。 伊曼牛尔的用力过猛, 同拜登的态度显得格格不入, 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议班性辩论上, 拜登在谈起中美关系时, 少了些咄咄逼人, 向中方示好, 称, 美方希望负责任地处理两国间的竞争, 从而避免陷入冲突, 对台湾只资不提。 基于此, 美方认为, 伊曼牛尔的言论不合时宜, 全国广播公司便援引白宫可知情官员的话, 报道称, 伊曼牛尔的言论与白宫传递的信息不一致, 会破坏美方缓起对话关系的努力, 因此被要求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不友好言论。 但中美关系仅仅是因为几句话就能精业修复得了的, 口号寒的在想, 没落实到具体行动, 一切都是归零。 美方的这种做法, 无疑是把中方当成三岁孩童, 想要轻易糊弄过去, 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白宫官员声称, 对伊曼牛尔这种言论感到不安, 但是否又思考发出这种言论的根源? 在美国整个精英阶层, 反华已经成为政治正确, 人逢中必反, 政客把反华当成了谋私私利的手段, 肆意妖魔化中国, 不顾大局, 一点都不尊重中国, 完全没把中美关系放在眼里。 美国两党斗得非常狠, 但议题到有关中国的死体, 马上就能达成默契, 对华强硬是民主党及共和党的共识, 在这种反华风起之下, 只要是针对中国的法案, 都大概率会得到通过。 江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舒尔纽便曾表示, 美国两党在绝大部分议题上都有分歧, 但一谈到中国时, 这种分歧就消失了, 堪称华盛顿最后一个故事。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曾在2020年做过一项对华印象的调查, 结果显示, 83%的共和党人和68%的民主党人对中国抱有敌意, 在2012年将中国定义为敌人的两党成员只有10%左右, 可到了2020年, 这一数只在民主党内变成19%, 共和党在世38%, 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对华鹰派的产生, 拜登政府也不乏这些人士, 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康清达, 但美国这种政治正确无疑会给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极大损害,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极为重要, 正如费尔南德斯所说, 世界需要中国的参与。